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可以预防老人痴呆症 预防脑中风 预防心脏病 下降你的血糖 血压 血脂肪 还可以减少通风发作的机会 然后是肝功能 生功能不好的人的一个优先的选择 还可以增加你的股密度 改善你的过敏体质 让你的便秘也不要而愈 尤其还可以对女孩子来讲 它可以让你身材变得比较轻盈 纤瘦 皮肤好 什么食物 还可以延年益寿 对 那种食物我们想知道 这个食物其实真的是高贵不贵的食物 它在菜市场 在你街头香味 可能都有 只是你以前不知道 或者很少去吃 这种食物就是现在美国营养学会 世界上最大的营养学会所推广的 所对外公开声明的 就是适合人生所有阶段的营养需求 而且可以用来预防癌症跟慢性病的一种饮食 就是全植物性的饮食 也就是素食 就是吃素的意思 是吃素 我们最后可不可以一人一句话 叮咛所有的观众朋友 我们要如何注意自己的健康 防癌 我们从家里开始 我觉得饮食你一定要多元化 而且要均衡 然后再不要吃太多 我觉得人 我们身体所需要的东西 食物其实不需要太多 当然再加上适当的运动 我觉得运动非常重要 要活就要懂 运动跟饮食一定跑不掉 是 医师 越来越多的科学证据已经证明 素食是一种最健康 最有爱心 最繁保的饮食 尤其现在大家想要帮助 这个全球暖化的问题的话 素食其实是一种最快速 最有效率 每个人都可以做的方法 是 医师提倡吃素 然后家里告诉大家 要多动 要活就要动 还有尊重生命 谢谢两位今天来 谢谢 谢谢您的收看 祝您晚安 明天见 拜拜